花蓮縣金針花祭4日正式開幕 釋逢黃麗七夕情人節 玉琦地區以及副里鄉兩個農會 分別在赤柯山以席六十蕩山舉辦開幕活動 兩座山超過40公頃的金色花海鮮豔盛開 而縣長徐真偉特別邀請民眾在八九月間漫遊東部 推薦全家一同出遊賞花 倒數321點燈現場所有燈之後 宣布六十蕩山金針花祭正式開羅 這是布里鄉六十蕩山舉辦的開幕活動 縣長徐真偉以及多位的貴賓都來到 海拔八百多公尺的六十蕩山共襄盛舉 歡迎全台各地的民眾來到布里賞花 七八月是花蓮觀光的聖季 然而在七八月以後 我想從九月的板炸生活節 再到十月份的我們Valley Valley音樂會 啟動了英雄全美人湯 再到十二月的我們的這個歡樂 耶誕城再到跨年 我想每一個月都非常精彩 每一週都有摸彩好禮送大家 六十蕩山每年正常花期是八月上旬開始陸續初開 八月中到九月初大開 花期延續到九月下旬 目前六十蕩山的金針花已經陸續開花 那今年的話剛好呢也是一個我們希望說大家呢晚上的時間來這裡來玩 來旅遊然後住在這裡來享受我們的漫活的生活新鮮的空氣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晚上的話我們把六十蕩山裝給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夠白天賞花晚上住下來 為了提升在地經濟效益張素華說 布里香農會與當地旅遊業者合作 除了賞花以及品嘗特色金針花餐之外 更規劃多樣的農業體驗以及一日遊的行程 也邀約大家西家貸券來農村旅遊 記者高雄雄 布里香採訪報導 記者高雄雄 布里香採訪報導 記得ぬ breatを均衡 not生一個記者來�瓦 二 Вас前沵 喔 uth 129 字